这里发现一个海螺了 一个青皮螺 眼眼眼眼眼看到它 一压掉到坑里去了 有个海参啊 这种海参还未成年咯 一般这种的我们都不会要的 要抓也是抓大的 这里有一条受了伤的那个青栽椅 这一抓起来也不敢吃 哇这里有一条美人鱼啊 这是美人鱼王啊 好大一条有个两斤了吧 躲到坑里了 捏紧 哇爽啊 哎呦 这一跪啊 回家的话最起码换20斤五花肉 爽啊收同里 看来今天要发财的节奏哦 那边有一条鱼 游的挺快的 看 跟着它 我就不相信它不会累 有了 总有累的时候吧 这是流感一 有个海螺这里 猪仔螺 既可爱又好吃 这么的滑吗 哦 有吃大螃蟹在这里 躲在这个石头下面 哎呦 这螃蟹凶 不错的嘛 猪仔螺 哇这个猪仔螺好大呀 这个海草特别漂亮 看一下 哇 好美呀 红色的 哎 这有条受伤的鱼 哇 这鱼是不是感冒的呀 没啥活力呢 或者是被螃蟹给咬了吧 熟了 这边特别多好东西 这边有个海螺呢 海里螺 大吧 一个小可爱 一个小可爱 这帽子都躲在坑里面 哦 看一下这个海胆 最起码有100多个角 好 哈哈哈 熟不清的 这种海胆吃不了的 看 他跑了 这家伙 哈哈哈 走吧 找一些能吃的货 有大青皮罗 有两个鸡鸡蟹在这边 约会呢 大青广众之下 你哪在秀恩来吗 鸡鸡蟹 现在都成双成对了 哇 哇这么大一条魔鬼 好像是活的 哎呀 是活的还是领盒饭呢 反正弄过来看一下 哎好像是活的 哈哈 先给他抓到岸边先 哎呀呀呀呀拿来 听说这种鱼逗它它会笑的 咱们试试一下 给它抓到疙瘩瘩 哎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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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they에게 真的会笑嗎 有有有好像 Werftig了 啊 原来网上都是骗人的 这鱼鸭根就不会笑 哎呀收了 当心他尾巴有根针 會ս人的 有条鱼 远远看到他他就跑了 要往哪里跑 一条美人鱼 用气还是不错的 这家伙是在喷水来浇这个大石头吗 他们喷水特别厉害啊 这是他的强项哦 这很没地方给他喷水的 他一定跑下来喷水 正螃蟹应该在喷水 就是他们呼吸的被火亮吧 这边水有点浑哦 哦哦 一个金蛋螺 刚出来的这个家伙 哇这还不小 哇这有两斤了吧 也太肥了吧 哇这些肉 这种金蛋螺特别昂贵哦 我们这边 80块一斤左右啊 哇多来两个这样的 今天这趟港海 就爽歪歪了 哇这海胆好看 红色红色的 不错吧 红色的都是母的海胆 那种绿色的就是公的 那种绿的 绿到你发黄那种 公平浪静的 啥都没有啊 看这个机器线 再慢幽幽幽的油 抓它起来 躲到里面去了 哦 得个安慰奖 有个三倍 嘿嘿嘿 哦吼 有条漂亮鱼在这里 是长寿鱼哦 这家伙在水里是特别美的 之前有抓到过 拿回去养 然后后来就领盒饭了 他那个嘴巴吐吐的 特别搞笑 很温顺的一种鱼 就是不好养 买为嫁给小爱瓶吃 哦吼 这里有一只沙蟹 这家伙应该是从沙滩上散步 然后散到 珊瑚礁这边迷路了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哦吼 看那个锡子 哇龙虾 哇不错 哇这边还有一个 哇这山鹿椒 这一只大 这个有半斤了吧 爽 再找一下 下面有两个主宰楼在那里 大秦广众之下 难道你们不知道 谢文爱 特快吗 猪仔螺特别好吃的一种海螺 螺壳也特别漂亮 想要被壳的话就吃不了他们的肉了 因为你必须要从背后敲开才能吃到肉 上胡椒特别好看 哦吼 有个量货在这里 这种猫砂 哈 跟那个珊瑚礁特别像 眼睛不够贼的话就发现不了他们 哇还挺大的 抓到尾巴 呦呦 一屋 就把尾巴就ok了 有两斤的这一条 你看漂亮鱼哥请在这里 哎呀看到我过来 你就想跑吗 这鱼特别好看 有一些鱼 他们天生就长不大的 最大也就是这样子了 大海退潮后 水坑全部都显露了 有动静 一只梭子蟹 个头不是很大 不过这个时候的梭子蟹也是挺肥的 我说呢 这么水花 波动波动的 但是有条鱼朵在里面 夹了头 哎呀 这有半尖了 哇一条海里 嘿嘿嘿看 这个嘴巴 走了 一个花海螺 这么多 这镀金楼太小了 哇这楼口好看 吃了肉还可以 拿他的磕来当装饰品 这青皮楼太小了 收不了 都是海曼的洞口 哦哦 这个头不错 哎呀呀呀 调青灾 哎呀呀还在咬 潮水退干了很多好货被搁浅的 这么小的一个 面包蟹就出来讨生活了 这珊瑚椒像牡丹花一样的 特别好看 这边有一条鱼 这啥情况啊 这家伙那个尾巴 哇是一条翅膀 哎哟哟哟 你是在跳舞还是在翻跟倒 这鱼应该是受伤了或者是被攻击了 哇 这种鱼咬合力特别强 一咬到你的话手指都会断了 他们发脾气起来的话就像一个刺猬球一样 他现在要鼓气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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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吧 这么小的一条漂亮鱼就出来讨生活 哎呀 游的自由自在的 这边怎么情况啊 哇一个大红线 逮了一条鲨鱼 这家伙 哇你看你 转到坑里了 我头上 呦呦 看 都不放开啊 送手 这鲨鱼都被他给咬死了 哇呢 太牛了吧 呼呼 你看现在还不松口 看来这条鲨鱼生前 没少咬他 人家已经撬病子了 你还在吃人家你 太过分了 松口啊 这家伙 好固执啊 喂 这螃蟹新给他收了 鲨鱼也一样带回去吧 呵呵 多来几个这样的就过眼了 哦吼 这边有个螃蟹 是一个面包蟹哦 兄弟 你这是要回家吗 是不是刚刚喝酒回来啊 哎呀呀 面包蟹是比较迟钝的一种 哎呦 这好像是一个母的 啊 怀孕的 不好意思哦还以为你是 兄弟原来你是大姐 走了不动他了 怀孕的螃蟹 咱们是不可能会抓的 因为要是把它吃的话 他曾经 上万个肉仔也会跟着 两盒饭了 所以鸭鱼还是选择放生 找一些单身的抓 谁的条件这么好 来海边喝啤酒 罐子丢在这里 太不缓导的 他写着 给他带上去吧 哦吼 有个漂亮鱼这里 是东兴班哦 发财了 很难得碰到这种鱼搁浅了 可遇不可求的 哇 都没什么活力了 再晚来一点这些水干的话 他也要领盒饭 有个亮货这里 我挺佩服这些红蟹的 他们在水里也能呼吸 在陆地上也能呼吸 天生自带 被活量呼吸哦 潮水退的好快啊 这边有货了 一条漂亮鱼哦 抓住他 中个头的美人鱼 看尾巴特别好看吧 长大也是个美人配置 收了 有这个海茄子 在这里 这是满潮跑到里面来退潮就出不气的 来的时候好好的 回不气的 这种我们也可以叫他海参 海参中的一种 有货咯 一条两点 夹住了 躲在石头封下面 有货咯 一条漂亮鱼 快一点 哇 别发脾气哦 哇是一条美人鱼 有个一间了 爽啊 看到没 一只青蟹在捕食呢 慢慢靠近他 哇这家伙 我抓了一条荷包鱼 你抓荷包鱼你就没有夹子跟我战斗咯 哇看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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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他都不舍得放这一条鱼出来 熟了 看到没 一个蜘蛛罗 好多个脚的 退草干了以后 这些水坑里面好多这样的海螺 运气好的时候 还能抓很多个 这边还有 哎呦 哇 身上都是钉子 收获不错 熟了 今天的潮水退的很干哦 看这些珊瑚椒 哎呀 有个大家伙躲在这里哦 看 正南瓜下一般 他们都喜欢握沙的 只有出来捕食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来 看 是来玩的话他握沙的话就发现不了他了 哎 我发现他会喷水耶 难道是 喷水就要他加清气吗 哇这个大家子 收了 走过来就发现那个水有那个波纹 走进一看 原来是一条 傻怪鱼 这种鱼专吃那个海菜的 来来来来跟我回去 小心哦 他还收到威胁他就把那个吃给遮起来 还咬这个小尾巴 哎呀呀 收了 有货了 一个黑螺 这种也可以称之为响螺的 挺好吃的 今天晚上潮水会退的很干 水还在一直的往下流 都没什么螃蟹桌 这里有一条椅 嘿这家伙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哎 慢慢的 吃大眼鱼哦 哇 有条海曼在吃什么东西这里 这海曼也是特别凶狠的 天生 那个肺活量跟青蟹一样 啊好像抓的条什么 哎呦 捏住那个头 哇抓不了 哎 有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平哦 今天的港海就分享到这里吧 有喜欢港海的朋友 记得留下你的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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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